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 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胆丁 十岁那年 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 母亲那时候还年轻 急着跟我说她自己 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 老师甚至不相信 那么好的作文会是她写的 老师找到家来问 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 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 我听得扫兴 故意笑 可能 什么叫可能还不到 她就解释 我装作根本不在意她的话 对着墙打乒乓球 把她气得够呛 不过 我承认她聪明 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 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我二十岁时 我的两条腿残废了 出去给人家画彩蛋 我想我还应该干点别的事 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 最后想学写作 母亲那时已不年轻 为了我的腿 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 医院已经明确表示 我的病目前没法治 母亲的全副心思 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 到处找大夫 打听偏方 花了很多钱 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 让我吃 让我喝 或是洗 敷 熏 酒 别浪费时间了 根本没用 我说 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 仿佛那东西 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 再试一回 不是你怎么知道会没用 她每说一回 都虔诚地抱着希望 然而对我的腿 有多少回希望 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一回 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 医院的大夫说 这实在太玄了 对于瘫痪病人 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 我倒没太害怕 心想死了也好 死了到痛快 母亲惊慌了几个月 昼夜守着我 一换药就说 怎么会烫了呢 我还总是在留神样 幸亏伤口好起来 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 她跟我说 那就好好写吧 我听出来 她对治好我的腿 也终于绝望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 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 我也想过搞写作 你小时候的作文 不是德国第一吗 那就写着试试看 她提醒我说 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 她到处去给我借书 顶着雨或者冒着雪 推我去看电影 像过去给我找大夫 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 三十岁时 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 母亲却已不再认识 过了几年 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 母亲已离开我 整整七年了 获奖之后 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 大家都好心好意 认为我不容易 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 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 我摇着车躲了出去 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 想 上帝为什么早早地 找母亲回去呢 迷迷糊糊的 我听见回答 他心里太苦了 上帝看他受不住了 就照他回去 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 睁开眼睛 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 在街上瞎逛 不想回家 母亲去时候 我们搬了家 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 那个小院子去 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境里头 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 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 推说 手摇车进去不方便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 还都把我当儿孙看 尤其想到我 又没了母亲 但都不说 光扯些闲话 怪我不常去 我坐在院子当中 喝东家的茶 吃西家的瓜 有一年 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 到小院子去看看 你妈种的那棵荷花树 今年开花了 我心里一阵抖 还是推说 手摇车进出太不易 大伙就不再说 忙扯到别的 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 现在住了小两口 女的刚生了个儿子 孩子不哭不闹 光是瞪着眼睛 看窗户上的树叶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 那年母亲到劳动局 去给我找工作 回来时在路边 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 以为是寒羞草 种在花盆里 竟是一棵荷花树 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 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 第二年 荷花树没有发芽 母亲叹息了一回 还不舍得扔掉 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 第三年 荷花树不但长出了叶子 而且还比较茂盛 母亲高兴了好多天 以为那是个好兆头 常去试弄它 不敢太大意 又过了一年 它把荷花树移出盆 栽在窗前的地上 有时念叨 不知这种树 几年才开花 再过一年 我们搬了家 悲哀弄得我们 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 我想 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 我也想再看看 母亲住过的那间房 我老记着 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 不哭不闹 瞪着眼睛看树眼 是那棵核花树的影子吗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 还是那么喜欢我 东屋倒茶 西屋点烟 送到我跟前 大伙都知道我获奖的事 也许知道 但不觉得那很重要 还是都问我的腿 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 这回 想摇车进小院 真是不能了 家家门前的小厨房 都扩大了 过道窄的 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去 也要侧身 我问起那棵核花树 大伙说 年年都开花 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 这么说 我再也看不见它了 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 倒也不是不行 我挺后悔前两年 没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要车在街上慢慢走 不想寄着回家 人有时候 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 悲伤也称享受 有那么一天 那个孩子长大了 会想起童年的事 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叶 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 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 但他不会知道 那棵树是谁种的 是怎么种的 我会想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